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赏发不分明 甚至善恶不分 意气勇士 头发浓密者呢 多欲望高 正有欲望强烈 在情爱方面呢 喜欢多多占有女人 但不属于多营之人 因为其感情与情爱 二 头发稀疏 人到了青年或者中年 头发能够变得稀疏 俗话说呀 发为血之余肾之滑 头发是肾的余气 与润则和色黑有关 头发是肝的余气 代表生发 那么头发稀疏呢 有两个原因 其一 肾气过度发散所致 因为纵欲导致肾气不足而失去养护 其二 肝气过剩或者情至欲之所致 肝气过剩者易怒而大怒 这就是伤肝了 导致头发过早脱落 其次就是心里有想不开的事 欲结于心而伤了肝气 导致头发大片脱落 俗称鬼剃头就是了 那么头发稀疏的人 首先是性格多思多谋虑 凡事都要三思而后行 所以才有十个光头九个负一说 突发并且天庭开阔的人呢 都是智力较高 而且善有私谋的人 将会赚钱 能够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多数为脑力者 三 头发黑亮 浓淡事宜 头发黑亮的 这是先天甚气充足的特征 如果天庭平满的 这就是智力高 善于思考的人 能够缜密处理问题 做事赋予计谋 凡事都做事前计划 做事能力强 精力旺盛 包括性爱方面呢 都很赋予活力 做事情容易成功 会在某一领域成为领导人 四 头发枯黄 头发枯黄的 这是先天甚气亏虚 血淫满所致 早年读书啊 多顽利而愚钝 难以考入高等学校 做事多有始无终 鲁莽行事 凡事不能善谋 冲动是他的本性 恋爱方面呢 没有细腻的感情 只看表面现象 但心机不深 五 头发粗硬 头发粗硬的 这是先天 甘气过盛的外线 其人性格豪爽 爱打抱不平 见不得不平不满之事 爱宗分明 出马一条枪 独断专行 性格方面脾气大 多怒 一发而不可收拾 破坏力大 性格暴躁 不能迂回做事 做事呢 积极而强硬 忍耐力不够 生存能力强 六 头发花白 头发如果是两冰斑白的 那是胆经的问题 如果全白了 那是肾经的问题 少白头多少根细 狙击所致 情绪过于抗净导致 小江之提醒啊 头须发白的 少年儿头发白者身体不好 以多加保养 古代有少年发白可生亲之说 因为身体发肤 守之父母 七 发际线低垂 发际线低垂 也就是额头低窄的面向 额头又明天庭 代表了人的智力 运势与前途 额阔之人呢 为智慧型 窄额之人为理想型 额头低窄的人更喜欢追求完美 缺点啊 是目中无人 喜欢攀缘 爱虚荣 洗出风头 发际低垂的面向绝少有成功者 无论商界还是政界 特殊额头低窄的面向 必须有其他五官辅佐才能成功 如果发际线低垂 而有鼻梁细小的 则一生难以发达 心性贪婪 贪明 贪力 贪色 八 前不遮额 后不压紧 后不压紧指的是脑后的头发 发际线长得一直长到脖子上了 此为压紧 如果是头发压紧的面向 则代表其人性格倔强 脾气大而耿直 一生多有挫折与磨难 早年运势不起 终年运势可以 九 头顶有发旋 正常的发旋应该只有一个 发旋是宇宙生命所特有的 因为整体宇宙都是旋转的 因而自然化生出的生命 自然带有旋转的特征 这里是能量与智慧的 人体的百会学就在此处 头旋过多的一般做事容易失去理性 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或者偏好 容易有不良嗜好 或者早年运势不起 如果发旋过于一边的 这都是体质较弱的人 带有先天的影集 十 头发弯曲 东方人多以头发顺直为主 但也少数有头发弯缺的人 天生卷缺的头发 曲发的人多性格暴躁 不耐基础 一生多难 做事充满激情 面对情爱与性爱同样也不遗余力 所以常有人说曲发多好色 一般行动能力强 物质生活如意 十一 发际线不整齐 发际线面相学称作火星 火星在六亲代表父亲 在个人代表前途 如果发际线层次不秦的 或者有美人间的 或者发际线偏斜的 这都是客夫的象征 俗话中有说到 鹅角层次先丧父 山根低线损爹娘 发际线向左偏斜的客夫 发际线向右偏斜的客母 十二 发际线高 发际线高的同时也代表额头宽大 这就是象书中所说的天庭饱满 面相俗语中有天庭饱满 吃官饭 地隔方圆 长大全 面相判断一个人的贵线 以额头 眼睛 颧骨为主 看一个人的腹语 以鼻子 两颐 下巴盒为主 发际线高的一般多高智商 高智商 多阔额 低窄额头 显有做科研或者学术的 额头开阔的面相 无论男女 皆好面相 正如象书所云 男阔金 女阔银 阔头女子 最难寻 我们的智力传承与母亲 如果母亲智商高 那么所生的子女一定智力高 这也就是为什么 富人多号篇取高等学府 毕业的女子为妻的秘密 十三 头发细软 头发粗硬的性格刚直脾气大 那么相反 头发细软的则感情细腻 做事经打细算 有的放适 内心缜密 善于察言观色 能深能屈 在爱情方面能够体贴对方 人缘好 耳朵才多艺 一生多比较富裕 命运平稳 性格平缓 十四 病角头发粗硬 病角位于两耳上方的头发 这里的头发如果粗硬 梳理不下去的 这都是性格执着的人 做事鲁莽居多 不能有条理的做事 多冲动做出选择 即少有从事幕后策划 或者创造性工作的 多做业务与小领导居多 难以服众 但能够带领众人做事 十五 头发厚薄 胖子头发不宜过少 而瘦人头发不宜多 如果是肥人头发过少的 肥胖都有脾虚所致 本身胖胖的人肾气不足 而头发有为肾的外线 一旦头发再少了 那么对肾来说 简直是雪上加霜 容易肾虚不举 所以说呀 肥人不可无发 相反兽人 肝气旺盛 性格多执拗 如果头发浓密粗硬的 这是肝气抗肾的人 对于兽人来说呢 发浓则肝气过于抗净 一生多灾多难 感情生活不稳定 并且影响身体健康 你的头发命如何呢 因为一个人的运势 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 头发也只是其中的一个分支 所以呀 以上内容仅供大家参考 如果想要准确的了解 自己的命运 还需要结合自身 整体的命理情况来分析 好了 今天的分享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姜之点点关注 和小铃铛 小姜之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